好 我們要帶你來看日圓最近的一個走勢 非常的戲劇化 一下子是急扁 然後日本央行急身 然後又急扁 哇 真的是不得了 好 日圓對台灣來講很甜 外國人到日本去玩 覺得很開心 錢變好大 好好花 但是我們來看日本人現在非常痛苦 其實現在是日本他們的黃金粥 他們的連續假期 但是連續假期很少人願意出去玩 因為東西都變得太貴了 以前牛洞在日本算是一個硬幣 一個硬幣就可以買 500塊錢日圓就可以吃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他們的物價變得很高 好 現在日本人到底 因為他們的日圓貶值有多痛苦呢 沒錯 從4月27號到5月3號的時候 其實是日本的黃金粥 在5月7號的時候是日本的黃金粥 他們這一次有10天的假期 如果你請假請得好的話 但是大部分的日本人 你看這幾天的消息 他們都在哪裡 這幾天東京大阪人都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出國 他們也不出去玩 反正在家裡附近走一走就好 所以反而是大城市 人很多 為什麼這樣 因為日圓貶值的關係 日圓貶值來說 對日本人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看到日本人 事實上他們過去 都有所謂的一個硬幣就可以吃飽 一個硬幣就是 他們最大硬幣就是500塊日幣 他們都吃牛洞 但是牛洞這幾年一直不斷的漲價 我們到你去日本吃牛洞 你不要以為你吃到牛洞的肉 是日本肉 不是 他們吃到的肉是美國肉 他們都從美國 因為美國肉比較便宜 你牛洞才能夠用這種 所謂便宜的肉 但是這幾年因為日幣貶值的關係 相對而言來說 整個是你的進口價格就暴增 所以它這個牛洞 目前為止一直不斷的上升 現在中文的牛洞已經來到430 所以很多日本就說 我未來要用500塊吃一個牛洞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低的 除了這個之外 這最近一段時間 日本很多餐飲店大破產 特別是拉麵店 2023年的時候破產了45家 年增是114.2 所以你說不對啊 他們日本的觀光人這麼多 為什麼還會破產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這個小麥 很多原物料也是進口的 所以也是暴增 然後另外一個第二個部分 是因為人力的成本 讓他們真的無法銷售 那尤其是今年他們更不看好 為什麼 因為今年日本不是要換新超嗎 換新超之後 他們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去日本的拉麵店 或是日本餐飲店 你進去都是要怎樣 就在點餐機上面點嘛 自己投錢拿那個餐券 對 點餐機然後餐券 但因為你換超之後 不好意思 你那個點超機要 點餐機要換一台 那換一台來說的話 一台至少就是 20萬台幣的成本 那20萬台幣來說 對那種拉麵店 你可能要賺好幾個月 才能夠回來 那這樣的話 那我乾脆倒閉算了 所以他們就說了 這幾年來說的話 恐怕三年之內 會有非常多的拉麵店 繼續倒閉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連百元商店 過去我們都說 基安 都有百元的商店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日本已經越來越少 百元的商店 根本沒辦法 因為很多都從國外進口的 譬如說從中國進口 或從哪裡進口 但是因為你日幣貶值的關係 它根本完全無法銷售得起 然後你的電租價格在上漲 日本的房地產價格 是在上升的 然後薪水又在上升 所以變成沒辦法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很多商品 都已經沒辦法跟你說 標榜是百元 甚至還買去買什麼 改賣冷凍披薩 因為最近很多人來 這個要吃的比較便宜的時候 我去買這種冷凍披薩 還是百元的冷凍披薩 所以事實上 日本現在整個日元貶值 讓他們整個內需 已經出現到一個 前所未見的變化 那也不是只有日本的一般民眾 所以為什麼日本的民眾 不太想出國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 對一般民眾 對日本企業也造成影響 譬如說Canon Canon它有78%的收入來自海外 那你想說日元貶值 對它競爭力好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因為他們本身都會有 吞一筆美金 因為要跟你往來 就這個部分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匯兌的損失 因為你蝙蝠超過的時候 因為他們避險都是避一個價格 譬如說我們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應該跟你宣布 營收說 他就會跟你說 我是以台幣32點多塊 然後當成一個中介值 你過高過低 對台積電來說 這都可能會造成是 會損的這個狀況 因為他們都會把這個險 都避好的一個情形 那一樣因為你波動太大 他們其實反而造成所謂的 避險的損失非常大 另外像日航 日航就非常擔心 因為你日幣貶成這個樣子 年輕人看起來 他是不願意到海外去旅遊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的確你看到 過去台灣 或是很多東南亞 你看到很多日本人出來玩 現在日本人是不是比較少出來玩 因為他們放棄出外旅遊的這個狀況 因為出國對他們來講太貴了 太貴太貴了 那另外像林木汽車 林木汽車就說 我沒有錯 我75%的銷售來自海外 但是匯率一直在扁的時候 我就講 有時候你匯率扁對他們是好事 但是你匯率扁過頭的時候 他會說 這個優勢反而就沒有這樣一個情形 甚至對很多日本的金融業 或是日本的很多船商 五大商社 他們原本有到海外去收購 但是因為日幣變得太便宜的時候 他們知道海外收購變得越加困難 好 所以我就講 大家都覺得說日幣便宜 對台灣人很好對不對 但是我跟他講 扁過頭這絕對不是好事 為什麼大家知道 1997年為什麼有金融公報 就是因為1995年的時候 人民幣大貶值 所以你知道嗎 事實上日本在大貶值的過程裡面 對韓 中國 或是對韓國的企業 都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那另外一個 東南亞也是一樣 那種所謂的外資 就是在那邊流動的時候 他可能有可能會 因為你扁過頭說 我寧可到日本去 所以我在說這個其實